大家好,我是CAPITO CAPITO 现在是台北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10点56分 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所叫大家做的这张多单 大家都有非常非常可观的收益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下方的留言区 这都无法造假 下方有非常非常多人的留言 我只是截取非常少部分 那这位Zin Queen呢 他比特币是有100%的收益 那以太币是有100%的收益 他说老大非常非常的厉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方留言区 好,我们来看一下GP盘面 我们来回顾一下我昨天所做的 完美的到达了我的目标价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昨天所叫大家做的这个上升的三角形 这个上升三角形它是一个比较看涨信号 那我个人呢也是在突破这里之后做多 好,那突破做多之后呢 我们的目标价格就以这个测量颈线的方式 测量颈线的方式 这条蓝色的这个线呢 它的目标价格大概是在34,900美金左右 那昨天的这根针呢 它是差到了我们的34,900 34,900 这边可以想见我给到这个点位有多么的准确 只差23点,23点在比特币的这个差距 也就是非常非常千分之几的千分之几 甚至万分之几的这个差距 那如果有在这边跟我一起指引的朋友呢 那在这边先恭喜各位 先恭喜各位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的这个影片 我这个影片我明确的指出 我们突破就可以做多 我们的目标价格我都已经指示给大家清楚了 这个影片就在YouTube上完全无法造假 单子什么都可以造假 但是影片我po出来的时间 这个就是无法造假 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币 以太币这样 以太币我昨天也是做这个 有头肩顶啊 我发现这个头肩顶啊 在仅限在我们蓝色线这个位置啊 那这条目标价格呢 就是这样移上来 那大概是在我们的一个 23,2238的这个位置啊 那昨天的这个针也是准确的 插到我们2238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的这个影片 在这边我都是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参考 那个王子提他说他做空目前的18这个位置啊 我给到这个点位有多么多么的精确哦 多么的精确哦 我昨天还没有讲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就跟你说2238是可以指引的一个位置啊 恭喜在这边先恭喜哦 跟我一起做的这些朋友哦 大家可以看这就是证据了 这就是证据 好我们再一起回到比特币盘面哦 好那现在这个走势呢 其实我还是有发现一个新的形态 我而且我接我接下来会明确的指出我的下一个交易机会 如果你有兴趣请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啊 我所发现的这边出现了一个一小时级别的一个湖顶啊 那湖顶是一个比较看跌的一个信号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跌破颈线的话呢 我还是一个比较看涨的一个的一个事态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湖顶 这个湖顶如果我们真的跌破我的颈线啊 我们这个绿色的颈线啊 那结局我们看一下啊 这条绿色的颈线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目标价格呢 我们如果移下来 目标价格我们有可能会跌到一个33800一线 如果我们跌破的话 如果我们跌破 我们有可能就会回到这个33800一线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我目前呢 我还是持有我的多单的 虽然我已经平掉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仓位啊 但是我还是厚实可惜啊 厚实可惜 我们现在其实是遇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压力位 我待会会画出来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其实是做了这个复杂的这个头肩形态 复杂的头肩形态 那它也是顺利的发酵 顺利的发酵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 在这里啊 会被压制住 会被压制住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周期级别的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我所画出来的这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 我现在来 给各位做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高点啊 一直下来 我们其实是有一条下降趋势线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我这边一个接触点 两个接触点 三个接触点 它现在就在测试这个 这个 阻力的这个区间 它现在就在测试这个阻力的区间 那如果 我们 又突破的话 我后续 我会比较看涨 我会比较看涨 大家可以稍微 关注一下 如果 好 我们来回到这个 我所给大家整理的这个表格 细心整理的这个表格 大家可以稍微 关注一下 我这个是四小时级别的 非常非常大周期 好 我在这边给各位画出 很多个图哦 也就是我们本轮牛市的一个算是复盘吧 我们在这里都有接触点 都有接触点 所以 如果你是在这边做多的朋友 在这里做多的朋友 跌破趋势线 你就可以止赢了 你就可以止赢了 来去锁住你的一些利润 那我们现在是在 受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黄色的这个上升趋势线 是已经走完了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 绿色的下降趋势线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如果我们后续啊 没有有效的去突破这个 绿色的这个压力位的话 我们是 我们是 有可能赢来一波 如果我们突破的话 我们是很有可能赢来一波上涨 但是前提是 我们要突破这个绿色的压力位 我们牛市才有可能延续 这是 那可能二就是 我们虽然突破了四万二 四万四的这个压力位 我们还是有可能 因为在这里受阻 而向下回落 产生 结束我们本轮牛市周期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跌幅 这个也是非常可能的 那这个绿色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呢 我们就要去值得关注嘛 我们之前在这个走这个橘色的上升趋势的时候 它在这里突破就已经被打破了 那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 从最高 从我们六万五下来的这个绿色压力位 我们就很值得关注 它是不是可以被打破这个绿色的这个压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条红色的这个 压力 这个也是我们短期内这个箱形震荡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的一个压力 如果我们可以有效的突破的话 我相信我们很有可能就可以来测试 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水准 好 那随我一起看回这个黄色的这条支撑线 黄色这条支撑线它其实已经被扮演支撑的角色非常多次了 那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强劲的一个支撑位 非常非常史诗级的一个支撑位 我每次只要碰到就会强力拉回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数的这个图表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好 我在这里呢 发现了一个蓝色的这个下降楔形 蓝色的下降楔形 这就是我的下一个大的交易 如果我们一旦在四小时级别 有效的收在它的上面 有效的可以收在它的上面的话 我相信我们接下来会直接来测试 我们这个41,000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区间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威克夫的这个模型 威克夫的模型 我给大家整理过了 我们现在完美的在我们的这个阶段 阶段C结束 要在阶段D 说不定可以迎来一波上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所做的这个演示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教科书上 所看到的威克夫的西筹 威克夫西筹阶段 那这个是我所为各位画出来的这个 威克夫的阶段 那我个人呢 也是在这个地位也朝底了 我在这里也是朝底了 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能突破这个次低点 甚至是最低点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突破的话 没有被有效跌破 我们接下来呢 很有可能就可以迎来一波上涨 像这样子的上涨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下喜欢的按钮 请帮我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影片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这个赚钱的频道 下方BikeBank连结 是我用过最好的交易所 现在点击下方连结 有机会获得1610U的交易证金 连结就在下方 下面后边行情继续消息 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接受我第一首的精准分析 请不吝点赞